为了正负传承原住民传统酒娘工艺和文化 光复乡公所28号起1年2天开办了阿美族传统酒娘业绩课程 吸引了30多位乡亲来报名参加 不管是酒局植物的认识、娘酒文化禁忌或者是制作技术 都让参与的学员惊叹于主线优异的传统文化智慧 照片中桌上这些不起眼的植物或叶子 在部落酒酿式的眼中个个可都是珍宝 因为这些全都是祖先用来酿造传统酒瓶的主角 而这是光复乡公所开办阿美族传统酒酿研续课程中的一堂课 光复乡公所握了振兴并保存传承部落传统酒酿文化 特别集合马泰安青年团文教发展协会 部落酒酿师共同办理这一项研习活动 从采集并认识制作酒渠的植物叶片 酒酿的文化禁忌到技术制作等等 详细阐述说明也透过了实作 让每一位学员了解部落酒酿的文化精髓 为期两天的酒酿文化研习课程顺利结束 乡长林清水也高度肯定乡亲民众踊跃参加 不论是原住民传统酒酿的制度及文化意涵 酒酿智慧与工艺技术 再再显见了阿美族与大自然永续共存的精神核心文化价值 也让每一位学员品尝到部落酒酿文化的甘醇新香 记者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